你好,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做《花叶死亡之日》 这本书的周恩版大约有12万字 我将会用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两段像花叶与根一样紧密纠缠的人生 一说到死亡,大家都会有些共鸣 这是一个充满着冰冷与无奈的词语 但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死亡的到来 一个人的死无论怎样都会给生者带来无限的畅往 在《花叶死亡之日》这本书中就发生了三起命案 被杀的人不一定就是无辜 自己选择死亡的人也不一定值得同情 作者思维缜密,在重重迷雾中带我们走向真相 再来看一看书名《花叶死亡之日》 从字面理解就是一从植物花叶死亡的日子 花叶死亡了,它的根部依旧深深地扎在土壤 汲取营养,试图迸发新的生命 书中以花叶和根的关系为誉 形象地表达出了两位李先生之间不为人知的关系 被誉为花叶的李先生 他的死亡不代表被比作根的李先生的死亡 他们明明是分开的个体 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又是同一个人 这本书的作者陈顺陈 是华裔日本人著名作家 1961年以《花叶死亡之日》 荣获第七届江湖川乱部奖,开始在日本文坛展露头角 数十年来始终创作不断 作品不下百余种 写作范围涉及推理、历史、现代、随笔、游记等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得奖作家 因为他在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1996年成为日本艺术院会员 1998年被授予薰三等瑞保障 《花叶死亡之日》这本书是陈顺诚的第一部获奖作品 对他的写作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好,那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是以旁观者的角度 从陶展文这个人物切入 由他带领着读者走进故事 也是他促使故事完整的拉上了帷幕 那么我们从故事的发生背景 发展和真相 这三个时间线具体分析书中内容和精华 第一个重点是 著名实业家习友人到达神户后将要会面的人 第二个重点是 徐明义突然遇害 嫌疑人的范围不缩反增 第三个重点是 只有陶展文看破了真相 拿到了这个拥有迷意一样过往的 杀人凶手的自白书 好,首先我们来看的是 第一个重点内容 著名实业家习友人到达神户后将要会面的人 一对夫妻来到日本 他们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调查妻子伯父的死 是不是真的是意外 另一个就是到日本玩几天休整一下 在神户的一个酒店里 南洋实业家习友人 独自坐在宽敬的房间里 是五星公司的社长李元良从码头接到他来到这儿的 五星公司是习友人的锐和企业的代理店 对于这趟日本之行 习友人打算在南洋日报发表连载的东营邮寄 这时的他在酒店无事可做 于是就坐在桌前写第一回 通过他书写的内容 我们得知习友人与李先生是旧相识 在二十多年前 他事业失败 没有一家银行肯借给他钱 只有李先生的星祥龙银行向他伸出了援手 习友人也不辜负李先生的眼光 两年就还上了贷款 在他创业的期间 李先生还不断地写信给他鼓励 可是由于战争 李先生的银行倒闭了 多年过去 再次见到恩人的习友人 心情异常激动 李先生送完习友人走出酒店 打不到计程车 决定不行回公司 之后与两个衣着邋遢的男人错身而过 随即那个头缠绷带的男人 回过头开口换道 这不是李先生吗 李先生凝视对方的脸 忽然想起 这是他以前银行的会计徐明毅 两个人寒暄了自己的经历 在互报地址后分别 第二天 习友人便与李先生签订了合同 这也是习友人的报恩 这笔生意对李先生来说 非常的重要 在银行倒闭后 他便一直落魄 直到联系到了习友人 和他签下的这笔合同 他的事业才开始重新起步 谈完生意 他们又说起了往事 习友人一直非常感激李先生的资助 也很敬佩当时李先生 为了中国实业的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 李先生记得他们之间的信件 甚至清晰地记得 当时他寄给习友人的明信片的图片 是阿尔卑斯山 在五星公司所在的大楼的地下室 有一家中国人经营的餐馆 叫做陶渊亭 一天 记者前来拜访店主陶展文 想要打探徐明义的消息 陶展文对记者说 徐明义是他的朋友 又是他的病人 所以没有办法帮忙刺探他 记者表示理解 决定自己调查 这名记者是陶展文打权方面的徒弟 陶展文不仅权法了得 还自学中医小有成就 在神户的很多华裔 都称他为神医 徐明义就非常相信他的医术 而这名记者一直致力于 揭发市议员吉田的非法勾当 也曾发布一些隐晦的报道 他已经查到的徐明义 为吉田洗钱的事 所以打算从徐明义入手 从而揭发这些非法勾当 徐明义感觉到身体发冷 打电话叫陶展文来为他看病 陶展文进入公寓 让他把头上的绷带取下 发现他只是长了一颗 比粉刺略大的疙瘩而已 徐明义就是这样一个 谨慎到让人惊讶的人 他还有着很严重的强迫症和洁癖 公寓十分的整洁 所有的东西都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 他没有生病 只是着凉了而已 可是他不相信这个结论 因为他所有的不适 都是慢性胃病所引起的 陶展文便为他开了治疗胃病的方子 会诊结束之后 陶展文本想和他下起盘象棋 可是因为墨水弄脏了棋子 便将那副棋送给了另外一个棋友 无法下棋的二人便开始谐聊 徐明义非常的恐惧 他收到了一封威胁信 陶展文看过之后便安慰他 写信的人语气并不强硬 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 再加上最近他在事业方面也不太顺利 导致他的状态非常的差 之后又说起了李先生和习友人 陶展文十分惊讶 他居然认识这两个人 徐明义曾经在李先生的银行工作 在习友人还款时 是他带着习友人 把整个上海游玩了一番 得知习友人在神户 他非常的激动 并且打算去见他 一是想见一见 如今变成大人物的老友 二是想请老友帮自己一点忙 好那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 第一个重点内容 习友人到达神户后 虽然只见到了李先生 之后会出现的人物 也都陆续登场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个重点 徐明义突然遇害 嫌疑人的范围不缩反增 这一天徐明义又打电话 请陶展文去看病了 陶展文带着另外一个习友 一同前往 徐明义新的象牙象棋已经到了 他们打算在会诊后下起攀棋 徐明义来门口迎接时戴着口罩 外屋没有火盆 但他不嫌麻烦的 只要去隔壁房间都要戴着口罩 他希望自己可以尽快的好起来 因为他要去见习友人 他已经拜托李先生帮忙联系了 陶展文诊断过后 三个人便开始下象棋 他和另外一个习友觉得太热 便将衣服脱下来放在桌上 忍受不了一点点杂乱的徐明义 帮助他们把衣服放进了衣柜里 没下几盘 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徐明义戴着口罩去开门 来的人是李先生 陶展文拉着习友准备离开 这位习友却不愿意 他低着头看手表 发现手表停了 李先生也表示没有关系 他可以在一旁观战 徐明义贴心的为李先生 叫了一杯咖啡 棋友在李先生仰起手臂时 看见了时间 立马校正了自己的表 并且上好了发条 徐明义因为有客来访 所以变得心急 输了这盘棋 可即便再心急 他也打开保险箱 取出了写有杂志的账本 记下了棋输赢的账目 今天第一次迎棋的棋友 太过激动 撞翻了棋盘 正当二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咖啡馆的女招待送来了咖啡 将咖啡倒在了 徐明义单独使用的杯中 这是他由于洁癖 形成的习惯 第二天 记者飞快地跑进桃园亭 告诉陶展文 徐明义死了 他是被勒死的 据说死亡的时间 在八点到十点 陶展文在中国时 曾从事情报工作 为了更快地找出真相 他决定主动配合 警署的调查 便联系了其友 一同前往警署 离开警署 他们又回到餐馆 身后还跟着许多记者 他们开始讨论这次案件 陶展文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但是并没有提到 徐明义为几天洗钱的事情 也没有提到那份威胁信 不提威胁信 是因为他确信 写那封信的人 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如果告诉警察 反而会使调查偏离正轨 陶展文在打烊之后 又被叫去了警署 警察盘问了他 关于保险箱中账本的相关信息 保险箱中有些有 一二杂的三本账本 一和二陶展文没有看过 但杂这个账本里 积攒了他们下向其的成绩 警察告诉陶展文 这些账本遗失了 在警察询问的名单中 陶展文没有看见 那封写威胁信的人的名字 看样子警察也没有搜集到 这封信 第二天清晨 记者匆匆赶到了餐馆 告诉陶展文 他得到的消息 徐明义死亡当天 管理员接到李先生的电话 说是本来约好了见面时间 可等了半个小时 人都没去 他给徐明义打了无数次电话 都无法接通 便来询问究竟 管理员敲门 无人答应 李先生就走了 警察查过电话 从前一晚开始 听筒就没放好 电话局担心烧焦 就停止宫殿了 李先生的离开 是管理员亲眼看到的 这就证明了他的清白 而且在李先生离开之后 平时几乎没有人拜访的 徐明义那儿 还有很多人进出 据说李先生来之后 有一个矮小的男人进去 但很快就离开了 之后 徐明义点了咖啡 应该是有其他的客人来了 女招待说 当时徐明义在下象棋 但客人被抢挡住 没看见是谁 住在徐明义对面的女人说 通过脚步声 听到快九点半的时候 有人吹着口哨 进入了对面的房间 管理员在所有人走了以后 想告诉徐明义 李先生来过 进去之后才发现 他已经死在了床上 记者表示 会继续调查 吉田和徐明义之间的关系 吉田最近更换了洗钱人员 他认为这件事与案件有关 徐明义知道的内幕太多了 是吉田起了杀意 说完这些 记者就马上动身 去调查新的洗钱人员了 警署将忙于 徐明义后事的陶展文 叫到了死者生前的住所 希望他可以看看 有没有什么异常 可是除了警察翻找过的痕迹 他没有看出任何不同 警察离开之后 陶展文又向管理员 询问了一些信息 他得知 公寓还有一个后门 但是知道的人并不多 在十点之前 都是开着的 管理员对陶展文的离开时间 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对李先生离开的时间 记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他屋内的钟 慢了五分钟 听见报时的李先生 显得很困惑 所以他对李先生 解释了钟的事情 陶展文回到餐馆 发现记者已经在等他了 记者找出了新的洗钱人员 田村 记者去了田村的住处 开门的是个女人 他以买土地的名义 打探了许多消息 包括田村的性格 以及之前的工作 还得知原来田村是吉田的侄子 面对徐明义的死亡 众人只能悲悯 在调查杀死他的凶手的过程中 这些明显的线索都是烟雾弹 无论是洗黑前的政治药员 还是威胁心的主人 亦或是吹着口哨的男人 看起来都很像是凶手 但他们都不是 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了 将读者置于一团迷雾之中 再用一根细细的线索 带领读者走向真相 好那以上呢 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徐明义被人勒死 嫌疑人的数量越来越多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最后一个重点 只有陶展文看破了真相 拿到了这个拥有迷一样过往的杀人凶手的自白书 听完了记者的汇报 陶展文表示自己和他的想法不同 他想再去一次徐明义的住所看看 到了那儿他们叫了一杯咖啡 特意让当晚送咖啡的女招待送来 陶展文问了女孩一些问题 得到了新的线索 徐明义一般是等咖啡送来才拿出杯子的 而那晚杯子却是摆在桌子上的 而且很不合理的是 这个女孩没有看见和徐明义下棋的人 他到咖啡的角度 多少都可以看见那个人的身影的 他们离开公寓时 让管理员带他们去仓库看了看 在那儿他们找到了那封威胁信 可记者顺着这个人的名字 找到他的住处时 发现人已经失踪了 下午记者又带着新的消息来到了餐馆 刚刚叙述完 报社就打来电话找他了 田村被杀了 是被毒死的 记者听到这个消息 就立刻感觉了现场 恰巧在餐馆的齐友 邀请陶展文到他家去下棋 等待记者的消息 之后警察发现 齐田的死和徐明义的死 是有关联的 叫陶展文去一趟警署 陶展文从警署出来之后 又回到了齐友家 记者来找他们之后 三个人就准备一起去烧烤店 一边吃一边聊 齐友在换衣服的时候 一枚象牙棋子落在了地上 想来是他打翻棋子时 掉到衣服的折边里了 陶展文拿起了这颗棋子 凝视了片刻 说要留下做纪念 在烧烤店 记者说了关于田村的案件的情况 但是陶展文并不太关心 他只希望可以尽快找到 那个写威胁信的人 他在看见那枚棋子时 就已经大概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可是他需要一个好的方式 让事情收场 这让他接下来两天的精神状态 都不太对 心情复杂的陶展文 在散步后往回走 刚巧碰上了一开始提到的 那个来调查伯父死亡实情的夫妻 陶展文了解到了 这对夫妻是来找李先生的 在他出门散步前 刚好看见了李先生出门 于是便邀请这对夫妻 在他的餐馆等待 他们聊了很多 之后因为妻子的身体不适 二人就离开了 并托陶展文告诉李先生 他们第二天上午会再来拜访 陶展文在下午去拜访了李先生 转告了有一对夫妻来找他的事 李先生邀请陶展文上楼喝茶 两个人救徐明义和田村的死 聊了一会儿 陶展文告诉他说 自己知道很多警察不知道的事 之后又掏出了那枚棋子 送给李先生 让他作为老朋友的遗物收藏 李先生送陶展文到公司的门口 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陶展文那对夫妻住在哪 陶展文犹豫之后还是告诉了他 第二天陶展文从记者那儿得知 李先生也死了 死于煤气中毒 面对陶展文奇怪的态度 记者心中充满了疑惑与愤怒 如果陶展文知道些什么 明明可以阻止李先生被杀的 店中的服务员正在擦桌子 将柜台上一封信交给了陶展文 信封的背面只写了一个李字 他很清楚这是谁写的 李先生在和陶展文的对话中 逐渐明白了陶展文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真正的李元良是那对夫妻的伯父 陶展文在那对夫妻交谈的时候 就问明白了李先生的具体身份 这是李先生的自白书 李先生并不是李元良 他原本只是李元良的秘书李东昌 兴隆银行是李元良的父亲创办的 李东昌的父亲辅佐 他和李元良从小一起长大 虽然他们父亲之间的关系犹如兄弟 可是他和李元良之间却更像是主仆关系 李元良从小就不爱学习 学业都是靠他才得以毕业 李元良在当上董事长之后 李东昌便作为秘书辅佐 可是李元良什么都不懂 所有的决定都是出自于他 是他资助那些事业家 是他和习友人通信 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 他就是李元良 真正的李元良热爱艺术 有一次在去看歌剧的路上 由于横穿马路而死于车祸 之后他就决定以李元良的身份活下去 可是他不能留在东京 因为有人知道他不是李元良 可是到了神户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还是遇到了认识的人 徐明义和田村 李东昌知道 徐明义为人严谨不知变通 不会帮他隐瞒这一切 于是就决定除掉他 在那天中午 他去了徐明义的住所 说发是没有人 他将自己的手表调成了 和李免时钟一样的时间 他从徐明义这打听到了 公寓里还有后门 这使他的计划更加完善了 晚上他来到这儿 勒死了徐明义 离开的时候 还专门和管理员进行了对话 好洗脱自己的嫌疑 之后他换了衣服 又从后门进入 换上了徐明义的衣服 叫了咖啡 伪装成徐明义 还活着的样子 而田村是他在东京市的 一个公司里的同事 杀了徐明义 他骑虎难下 知道田村爱喝酒 就送给他一瓶 掺了毒药的威士忌 他十分感谢陶展文 给了他宽裕的时间思考 对陶展文而言 告诉杀人凶手 那对夫妻的住址 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李东昌已经想通了一切 最终会了结自己 但是他希望 如果可以的话 陶展文可以帮他 以李元良的身份 举行葬礼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交出这份自白书 防止无辜的人被冤枉 李东昌的过往 是令人唏嘘的 他就像是一层植物的根部 从植物汲取营养 可是当植物的花叶死去时 他怎么能甘心 让这株自己 苦心经营的植物死去 于是他就出来 冒充了花叶 杀人固然可恨 可是对他的过往 人们还是忍不住 对他产生怜悯之心 也许他在死前的那份善意 才是最真实的他 也许警察 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了 但这样或许是 最好的结局 好了 说到这儿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 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说到了 南洋著名事业家 习友人来到神户 见到了自己 在低谷时期的恩人 李元良 并且有恩必报地 帮助了落魄的恩人 让他做自己 在日本的代理医生 在神户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人想见习友人 故事就此 拉开了序幕 其次我们说到了 徐明义被人残忍地勒死 陶展文和警察 都发现了很多线索 究竟是让徐明义 洗黑前的政治要员 杀他灭口 还是给他写过 威胁信的男人 做出了行动 还是最后去他家的 那个吹口哨的神秘男人呢 随着调查的脚步 嫌疑人的范围没有缩小 疑云反而到越来越多 最后我们说到了 陶展文的细致 让他发现了故事的真相 他想让故事好好地落幕 打开了凶手的心结 最终凶手自杀 凶手的真实身份是李东昌 他原本是李元良的秘书 但其实从小到大 所有的决策 都是他做出的 在李元良意外身亡之后 他顶替了李元良的身份 不巧在神户 遇到了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 他便痛下杀手 将他们杀害 好在最终他醒悟了 选择了结自己 让一切结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